正在东方卫视热播的电视剧《规曲栏》呢 本周末就要迎来大结局了 那书彻和肖青到底能够走到一起吗 毕业这一天赌约而至 几个年轻人开始了新的征程 肖青也放弃了在美国做律师的机会 申请了联合国在柬埔寨的实习 因为她听说书彻最后一次出境去了那里 确实没有书彻的任何联系方式 她没有留给我们 她像是不想被人找到 去当地狱吞看看吧 兴许能找到一些线索 或者去我们捐助的学校 她有时候会去那上课 想要找到书彻并不容易 在当地小朋友的带路下 肖青终于找到了日夜思念的那个人 我习惯了这儿的宁静 不知道 还能不能适应大城市的 选校 此后几个月 只要几出几天假期 我就从金边出发 前往西海岸的雨林 去看书彻 究竟书彻和肖青还能不能再走到一起 尿吟和宁宁的故事又将如何继续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东方卫视本周末播出的 《归去来大结局》 新娱乐在线编辑报道